就因为打碎两瓶洋酒 我们的穷人的命怎么这么贱 还不如两瓶洋酒 什么都搞呀 又没有说钱不还的了 这个月不还吗 可以下个月还的呀 也不继续把人我死里打呀 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最起码可以先送医院 孙阿爸怕浪费钱不肯去医院 让我们在弄堂口 叫了一个郎中来看了一下 他讲他没事了 报警吗 报了 警察说这是私人人员 他们不管了 警察走的时候 孙阿爸还有一口气 别人走了一会儿 孙阿爸就没了 而且那个陈老板 有日本人撑腰的 警察也不敢惹他 陈善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陈老板 这是做酒行的 整个上海啊 得有一半的养酒生意 是他家做的 幸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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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哥 你报我 我要替我爸报仇 是的 山哥 我们一定要给孙阿爸报仇的 这个事情 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是什么意思 那个姓陈的我认识 跟特高科马田走得很近 家大业大 最起码有几十条枪 他抬抬脚 猜死我们就好像猜死蚂蚁一样 你不也有枪吗 我们光脚能爬穿鞋的吗 活了这么多年了 没有见过枪还是没有见过炮 我们爬过吗 你想报仇还是想宋明啊 你想宋明现在就去 想报仇你就听我的 你把枪给我 我自己去 祖萨 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星哥 碧昂 碧昂 你让开 放了脑 陈山你个不讲义气的东西 朝天主上就是童年江 我童个屁 你现在有钱了 娶媳妇了 明比以前才懂迪了 爸 我皮鞋见面一条 这个仇非保不可 仇嘛当然要保 但是要动脑子 我等到什么时候 我登记也有几十二枪 我登记也帮着日本人吗 我登记到那一天吗 才到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没我的命令哪都不去 不是 陈山 你都不讲一些东西 以后别再还我了 呼唤 咦 啥 咦 咦 咦